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1年6月9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很多来咨询罗宾大叔的客户,他们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这种问题问得非常的多。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吗? 那所谓的出去呢,当然是指出国或者移民啊。 然后呢,出去的目的地呢,一般也比较类似比较类同啊,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去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的。 如果这两个国家去不了呢,可能再退而求其次去其他的发达国家,或者呢,实在不行去发展这种国家。 那今天呢,就想来讲一讲,如果我们近期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计划想要出去,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我们有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 这个呢,一般就是针对手头不是特别宽裕的资产和钱呢,也不是很充足的那种,然后呢,也没有一个特别过硬的技术或者很高的学历的这样的普通人群的。 那如果是本身有很多的钱,当然可以用钱来铺路。 那如果自己学历很高或者有一门很过硬的技术呢,当然难度也会相对小很多。 这方面呢,我就不着重强调了,我就是针对我们普通人,普通的家庭如果想要出去,有什么样的可行的路径。 想要出去的理由啊,或者有什么样的苦衷啊,可能有些人呢,觉得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国内的环境比较差,或者生存环境比较差。 而且呢,有一点大家是不可忽略的,就是中国这边面向世界的大门呢,正在徐徐的关闭。 这个所谓的大门呢,是指针对我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出入境的大门。 那有人说出口进口,这还是很通畅啊,进出的钱流入流境还是很多啊,甚至在逆势增长啊,这个确实是。 那钱能进出,货物能进出,并不代表着人能够进出。 这个我相信只要稍微有一点眼界的都能够看到的,就像现在我们中国公民办理护照,几乎是已经停办了。 办理的,办理出来的数量呢,跌到了以前的1%到2%,不能说完全停办吧,但也说是几乎停办了。 那有人说没有停啊,我身边朋友啊,我啊,什么时候啊,最近啊,我确实办出来了,那确实是。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以前呢,班上有50个同学,人人都可以考到60分,人人都可以及格。 现在呢,卷子突然变难了,只有一到两个人能够及格,其他的人呢,都及格不了。 那你就不能说这张卷子出的比较合理,或者说呢,还是有人及格的吗? 不能说这个卷子太难了,不能说大家都全军覆没了吗? 那除了护照以外呢,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数字人民币的加速推广。 那我大致看了呀,数字人民币从2020年年初到现在呢,确实是在一个全国铺开加速办理当中啊, 全国各大城市,包括一线二线城市,数字人民币呢,都在推广。 而且呢,都在发放一些数字人民币红包啊,希望你们能够去习惯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 那数字人民币抛开它的安全性啊,可追溯性啊,使用方便性啊之类的种种渐渐啊,有一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而且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 就是数字人民币是不能兑换外汇,也无法购买黄金等贵金属物品的,这个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数字人民币呢,你只能自己用,但是呢,你想要带出镜,你想要把这个转化成其他方面的资产带到国外去呢,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大门在徐徐关闭了,数字人民币这个钱出去的通道在徐徐关闭了,人肉身出去的通道在徐徐关闭了, 那你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理由或者苦衷,你想要出去,那应该怎么做? 有一条传统的通道呢,可能是我们福建省啊,就不是地狱炮,确实这边去的人比较多,这条通道呢,就是非常规的通道啊。 那怎么样非常规,大家知道我也就不明说了,可以通过从欧洲的路线,或者从中南美的路线,曲折的前往到美国。 当中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啊,然后这个其中的艰辛也不为外人道,很多唐人街啊,中国城啊,移民的这些先辈们呢, 有很多就是通过这样的通道走过去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 你想要办本护照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走正规的合法的渠道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呢,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也只能走这样的非常规渠道了。 那现在随着中国对外的开放啊,以及签证难度的相对的降低,这条通道呢,走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大多数人呢,还都是通过这种合法的渠道,办理签证的方式,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然后留下来的。 那美国签证,加拿大签证,现在无非也就四个可能性,美国旅游签,美国学生签,加拿大旅游签,加拿大学生签,这四种。 那这个呢,你要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的,首先呢,如果你的年纪是属于比较大的,比如说40岁以上的,40多岁的,那可能呢,你申请学生签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虽然说现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是希望吸引来自海外的留学生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能够带来更多方面经济方面的好处的,但是呢,不用会言,如果你的年纪是相对比较大的话, 学签会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还是去办理旅游签为好,因为旅游的话,不管你年纪有多大, 不管你的个人情况是怎么样的,但凡如果签证官觉得你能交得起旅游的钱,你能消费得起这个金额的话,他还是会给你这个签证的。 就像罗宾大叔办理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旅游签的客人啊,年纪有,小的有从几岁的,大的有七八十岁的,都办理出来了旅游签证, 因为对于签证官也好,对于移民局或者大使馆也好,他们觉得你掏得起钱,你有意愿去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旅游, 并且呢,你会回来,他就会给你这个签证,所以相对而言呢,旅游签的难度比学签要稍微低一点。 那再来说一下学签,学签的话呢,当然你前往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目的呢,就是去学习的,或者说去留学的,对吧? 那你要么就是增长自己的学识,要么就是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你可以回到国以后,至少你对签证官是这么说的,回到国以后,能够在我的职业发展上给我更多的好处。 那你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去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除了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钱支付这个费用以外呢,你还要证明自己去学习这个课程,去这个学校里,或者是语言学校,或者是社区大学,或者大专,或者本科,或者硕士,或者博士,你这个学习是一个合理的消费。 就像前面我在学签这期节目里面讲过的一样啊,就是你去读书这个事情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你不但要有足够的钱,不是说倾家荡产去办留学,倾家荡产去办学签,而是说你拿出来的这个钱,只是你身家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然后呢,即使你这个钱花出去了,留学没有成功,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的情况,你也不至于因为花了这笔钱,导致你的生活的水准,大幅度的下降,或者呢,进入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 这是美国或者加拿大签证官比较看重的。 还有一个呢,你读书就要有合理性,你比如说,我是大专毕业的,我想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进修本科,我是本科毕业的, 我想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进修硕士学历,或者呢,我是硕士毕业的,我想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进修博士学历,博士学备,或者呢,你的英语水平比较一般啊,我的学历比较低一点。 我想呢,先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读一个语言学校,等到我的英语的绘画能力,我的英语的水平上去以后呢,再去接上社区大学,或者大专,或者本科,这些例子都是说明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学习计划。 这个不深入下去了,上一期节目,罗宾大叔这些都已经讲过了,我们如果走合法的渠道,无非也就是这几个,美国旅游签,美国学生签,加拿大旅游签,加拿大学生签。 那现在呢,美国学生签的话,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了,无数的等待了很久的深深学子呢,都已经在美国各大领事馆,大使馆在那边排队了,大多数人呢,都还是有好消息传过来的,包括像罗宾大叔,代办的语言学校的学签项目啊,也有不少客人都已经通过了, 也证明了罗宾大叔的说法,美国这边还是希望能够多吸引一些留学生去到美国的啊,给他们经济打上一针强心针。 加拿大学签方面呢,也是这样,相对于加拿大的旅游签,它的倾斜力度是非常大的,它的政策倾斜力度是很大的,所谓政策倾斜力度呢,就是它审批的速度。 加拿大的旅游签,大家如果去加拿大移民官网上面去看,它说的平均等待时间是400多天,当然这个时间是不准的啊,根据罗宾大叔坐下来的这些旅游签的申请人,这个时间是大大的高估的。 但是呢,你再看一下学签的这个等待时间,也就几周十几周就出来了,快的客人呢,两三周就出来了,慢的也就四周到八周也就出来了。 那说明呢,加拿大对于学签的倾斜力度是很大的,它在近期也希望能够吸引多一点的申请人去到加拿大去留学。 你如果确实不适合去美国留学的话,你如果年纪非常大的是高龄的,你如果呢,本身你觉得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去留学的话,那你也可以走旅游签的这个渠道。 旅游签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要多等一会儿,美国的旅游签呢,预计在大陆地区要到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才会开放,你可以先预约一个档期,等到它开放了呢,再去免签,如果你运气足够好,当然就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 加拿大旅游签呢,你就先申请着,根据我这边的经验来判断呢,递交申请以后,如果速度快的话,运气足够好,你个人资质足够好的话,三到四个月就能出结果了。 如果资质一般比较平均普通的话呢,可能是九个月左右能够出结果,那也总比等在那边好过很多了吧,毕竟你把这个申请递上去了,你总有批出来的这个希望的。 这个呢,就和最近的世界上移民市场还挺像的,就是前面罗宾纳书也给大家分享过,欧洲这边的移民项目呢,大多数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要么就是停止了,停办了,要么呢就是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原本需要三到六个月,现在变成六到十二个月,甚至超过一年都没有任何消息。 你发邮件过去问呢,他就说因为疫情的原因,请你耐心的等待。 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我们也无法去把控,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把控的呢,就是把控好自己,早一点行动。 当然如果有人说我条件实在是不行,我无论是申请学签还是旅游签,我自我评估都觉得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通过。 那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我希望你再去多问一下签证的中介或者代办或者咨询,像罗宾纳书这样的,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真的没有任何机会能够通过这样合法的渠道通过。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再想其他的办法,或者考虑一下除了美国加拿大以外,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机会能够成行啊。 世界上呢,不只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看看到底适合哪些国家,或者至少呢,我能够够得上的这些国家。 罗宾纳书呢,还是不太建议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渠道去办理的,因为确实风险比较大,如果万一碰到了,对你来说这个风险就是100%的。 好了,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加拿大签证,或者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欢迎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付费咨询。 那如果想对罗宾纳书的节目打赏的话呢,打赏的信息也在节目下方的正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罗宾纳书的PayPal打赏渠道,以及呢,虚拟货币的打赏渠道,为罗宾纳书的节目添砖加瓦,罗宾纳书也有更多的动力为大家分享更多的移民,以及美国签证,加拿大签证的干货和知识。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